我回鄉杰,我10年前去到古典高的母親,2011 那是一個分裂比後的情形 古典高也是一年半,不至兩年五年 我去,差不多90人 就是人數降到90,分裂 我去,當然就是丟了幾十五年,可以兩邊休來休去 把那個都帶回來 其實我的經驗 教會尊責不得就是實踐教義 實踐教義,我們在教義什麼 你早上也會講到三聽 三聽,聽上去,聽上去 只做這就好了 當然希望把之前的會友帶回來 這也是三聽的做法 不過我的經驗是 有時候還真的就叫請不回來 有時候還真的請不回來 有各種的原因,所以也沒辦法勉強 但是三聽還是要繼續做的 所以我說,古典高的都沒有在傳福音 但是我現在十年後 我們的人數已經變成200人 沒有在傳福音 不傳福音 不懸教,沒有步道會 可是我要講的是 教會如果實踐它的教義 那個教義就是三聽 其實你如果照聖經的講法 聖經的講法 在《使徒行傳》第二章聖經 最後一節聖經說 神會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那是上帝的主動 不是教會的堅持 是上帝的主動 相對的會教的人 所以我是認為我們 義光教義第二章聖經 不用心急 不用擔心 不用憂愁 那我們就堅持三聽的心 對台國的會友 或是新的會友都一樣 我們堅持三聽 照起工來過一支 這樣就好了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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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